回顧會花一些時間 所以...對 好像早點開始也會好一點 那我不會直接講就是 呃...我可能前期的回顧會比較短一點 可是會讓... 呃...會給你比較更多的就是一個... 一個劇情上的回顧 也就是讓...就是... 也可以讓你熟悉一下 就是回顧一下Meroe的狀況這樣子 就是...把她的感覺抓回來 就不會說 蛤?我自己連我的女兒我都忘了 應該...應該是不至於啦 呃...不用擔心啦 我們就...直接...開始... 近日的...旅程吧 音樂和音效調到最適合的音量就可以啦 那麼...我們就...開始吧 那當然的 在上一次...你...很意外的是在... 偵訊室裡面醒來 而隨後還非常意外的... 和...皮爾托福的緊張 Kathleen有一個...十分詳細的談話 然而...當然的 你在...這個談話之中 你也得知了現在... 皮爾托福現在的情況 還有...現在... 皮爾托福到底遇到了什麼樣的事情 而...這個遇到什麼事情 又出現了另外一個問題 你能...記得全部嗎? 你...慢慢的... 看著...珠招...那... 非常清朗...很漂亮 可以說...天空...是蔚藍的天空 白雲大概也只有幾片而已 可是...最大的一個狀況...最大的情形是... 你...你眨了一下眼 你看了一下... 你看了一下...也同時出來的悟爾克 當然呢... 恩...悟克...你稍微的眨一下眼 他是誰啊...幫我做一個...History 幫你...幫你都那個...做一下 幫...幫我自己做一個History 對 十五... 你想起了... 恩...悟克... 他是...你的大學同學 他也很意外地在這一次 特別是... 特別是在這一個...重逢 讓你...又再...想起了你和他在大學的時光 畢竟...你想起了他 算是一個比較...特別一點的一個學生 畢竟...他的父母其中一包是來自Fredio 也就是...不類作為的 所以...可以說...他是一個比較... 北方氣心動重的...因為... 因為...高壯的一個男性 和...Bill Dolphin這裡的氣氛還是有一點很不容易的 可是...當然呢... 你和他也算是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分組作業...有一些相似 可是...現在...可以說... 就是在...隔日好幾段時間後 你...第一個...你再度的...回到的片部分 你...之前來到這裡也是一段時間前 而...你們和他的相似...又是...好久以前的相似 而...當然...你們兩個的相似...也是在... 飛船、飛艇、大陵...開始...開始相遇了 然後...你們也同時的...也在... 達成飛船、在講師傾的時候遭遇到了席子 你...也看著...他和你... 你們都...同樣的...都被抓到警局裡面去做證券 分點看著...我可是... 就是...你和你一樣...同時的手術了... 手術了...就都不能進去...看向你小小的... 呃...你和...你和... 你和警長的談話還好嗎? 你和...你和警長的談話還好嗎? 你和警長的談話還好嗎? 你和警長的談話還好嗎? 應該...沒有被刁難太多吧? 他到底是沒有... 那...沒有被他會這樣講... 然後想了一下剛才的事情說... 但...或許...我們... 我們需要幫他們解決一些什麼事情的書論 你看這...面前的... 先查一下...一關... 我...是嗎? 我...你和警長... 我們聊了一些... 什麼啊? 我...找到這個時候... 你想 你到底在那期間 和 請早 給我一些事 那 上一個 這個 十三 你默默的 靜靜 暖暖的 看著你面前 也 進行回想 你在回想的途中 你想起了 當時的你 是在進去的詹訊室裡行 那個詹訊室十分的叫小 不成無非大 而且可以說 小到 只剩下你 而且還看著 周遭就是一個 空不一人 只有一張木桌還有一般的房間類 貼白帶了一些 看黃的裝牆 沒有華麗的裝飾 上方也可以注意到 一個金屬製的 迷你的 海客式機器人 懸掛在牆壁 彷彿 就像是 在記錄這個房間的東西 唯一只看到 在你的視線鏡頭 友善 笨重的金屬而已 那你想起了 當時的你 確實是在這宣誓裡 而這部分 還記得一些事情嗎 還是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有被問到說 有沒有看過 吉英克斯 西格斯 跟韋克特 然後那時候回答是 有看到吉英克斯 跟西格斯 但是不知道韋克特的事情 接著就被 凱特林告知說 就是韋克特 曾經 好像大概三天前吧 然後破壞了 傑西的辦公室 然後接著就 要找到 解決被判的人是誰 好像有問 關於夥伴的事情 但 有點不太 記得了 萊娜 搜尋內空 一直去回想 用華麗的 像是 嘗試的 假如你的 可以慢慢 帶到了火光 你 扎著眼 你想起了當時 確實的 Cathleen也在後面 走了進來 和你 面對面 那你想起她當時 只是 開口說著 唉 讓您 在這裡休息 十分不好意思 唉 近期 禁區 現衣犯人眾多 也希望 您不會因此而建議 你想起了Cathleen 她的身高 大約為 185公分 清秀的面容 和身上的制服 就仿佛在之前 在工廠 也就是你和 烏克最前的位置 那裡 所注意到的緊張 那當時 你也想起了當時 她手中是拿著拖盤的 上頭 也準備了 又頂上 都一堂雙的 杯子彈到 雨空廠 小心 一滴放到了 你面前的雨上 或許 當時 就像是 你和她談話 你也 加速了 你回想 當時 發生的事情 而 你也想起了 她當時 是這麼開口的 唉 最近 他們那個 教授 失蹤後 來自中的恐怖分子 也結合連三 像是 發瘋式的 突襲 偷鬥分 而且 並不分 你我進行 不差別文記 目前我們是 到 是有炸彈攻擊的 部分之襲擊 還有幾些 改造 幫派的東西 所以 你也慢慢的相信 開始 相信當時 也告訴她 為什麼 你受到的襲擊 為什麼 我們經歷過了 這些位置 當然 你的圍牆 也慢慢的 幫助來 教你 來到當時的情況 你和肯定 說了 你發生的事情 無論是 你和沃爾特 在搭乘 迷役的時候 受到了炸彈的襲擊 而也 被迫 失蹤的 或是說 沃爾特的悲靈 直接墜落到了 港口 也就是 也就是一個 飛機工廠 雖然 可以說是 不信眾的大幸 沒有任何人受傷 或是傷亡 你和 你和沃爾 基本上就是 好好的 只是都被警察帶走 反而 你也得知了 當時的原理 真是 不斷了會 那現在還是進入 微想模式 所以你可以 重新詢問 沒有問題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 現在的時間點 你可以就是 倒回 就是以微想的方式 已經倒回了 就是 當時已經的原理 說完 你發生的事情 我看來 只是 將一切都記錄下來 所以 Merry 她會 想一會以後說 我與 同伴走散以後 我猜 他們應該 到達了主任 主任這個地方 我希望 我想對他們而言 是一個十分危險的地方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 您能夠 協助我 幫我找回我的夥伴們 我 還挺擔心他們安危的 說到這時 也看著 跟這一下 點頭 當然沒有問題 您 說 你和你的夥伴走勢 可以 方便告訴我 他們是來自 Pillover的 居民 還是來自於外地的人 他們是我在 外頭旅行的時候 遇見的 夥伴們 他們倆 一個 一個 我想要那個地方在哪裡 抱歉 慢慢來 就是剛好 這一次是讓你回憶一下 一位女性是來自 比爾吉沃特 另外一位 乍看之下 像是來自於北京吧 不過我也沒有特別詢問過 那位男性究竟出生於哪裡 Cathleen 向你點了點頭 便有開口 好的 所以是一位 來自 Bitch沃特的人 另外一位 是來自於 Fredio的人 請問 他們有任何的特徵嗎 對 我可以塞個History嗎 沒有問題 我可以塞個History嗎 進來 我可以塞個History 是18 你想起了這兩位 和你一起旅行的同伴 當時的你們 是受到一頭狼的獻棄 而可以說的 你能起得的是 這兩個 你熟悉的夥伴們 來自於 Bitch沃特的那位旅行 她最大的特徵 就是雨豚 他有著像是魚般的耳朵 但這也是一個可以顯現他是出生在當地的當地人 而可以說在Pilted Over這裡面更像是人類的情況下 他更有著淺藍色的皮膚 他的身形高挑,而且基本上可以說大啦啦的 而且還綁著一個長長的馬尾 頭髮如同像是銀白色版 而另外一位來自於北京Fredio的壯漢 另一位像是他身上可以說穿的是如同像是Fredio的穿後服飾 而他看起來雖然十分的不同 就像是你走在路上看到的一位背景NPC 彷彿就像是在Fredio遇到的所有背景就看到的人一樣 然而你也想起了他也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像是痴青,甚至是你皺起的眉頭性騷擾 雖然他也有體驗的意念 可是你也相信你也被他的性騷擾 塗著我一下我想要怎麼講 慢慢來慢慢來 這是...剛好就是很久沒有跑的 然後幫你圍圖一下所以沒有圍圖 所以... Take your time 不然忘記他要什麼名字的課 我直接... 因為他一直叫Alison 他一直叫什麼Alison 好,我想起來了,叫史佩莉雅 OK,好,那... Mellie她就是... 她會想了一下以後說 那一位來自比爾吉沃特的女性 她叫做Alison 應該沒講錯,OK好 然後她有一個像魚一般的耳朵 身形還挺高挑的 而且有折一頭銀白色的馬尾 另外一位來自於... 應該是來自於北京的男性 她... 叫做... 史佩莉雅 然後... 看起來就穿著北京的傳統服飾 不過... 她身上... 有著刺青 不過是怎樣的刺青 我並沒有特別想細看 對... 面前... 高挑的女性 只是常常會 輕輕的... 將... 其中一個套層馬克雷 拿起... 出位的一口後 拿起... 小小的服務生 還在上過書寫 我上次和他們見面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除了... 除了說分散之外 還有什麼... 其他的... 你可以覺得說是... 走私的證據嗎? 這... 可以幫助我們警備隊 在探索上 可以比較方便的 找到他們兩個 我記得... 是那時候在... 前幾天在森林裡的時候 被狼人襲擊 接著... 我就昏了過去 再度醒來的時候 有看到他們... 留下了字條 他們說... 他們必須去佐恩 但... 我知道... 那一個是一個 非常危險的地方 除了他們兩個去 我實在是... 非常的不放心 OK 這裡已經點了點頭 那... 你確定... 你們的... 你的兩位夥伴 是真的... 往... 中的方向... 走嗎? 如果是的話 我們之後也會派人幾位 跟警備隊去做尋找 如果他們沒有任何的 進化空襲的裝置 或是裝備的話 雖然也有不少女人 是會往下進行旅行 可是... 多半呢... 那你... 都跟我們所說的 是很危險的 特別是... 現在的情形 我們警備隊的任命 也變得比較不俗了一些 所以... 他說到這時... 慢慢的... 將安娜瑞典雙眼對上了你 所以... 現在... 可以說是一個 十分大亂的事情 我在醒來的時候... 曾經有看過... 他們... 兩個... 留下來的腳印 確實是 往左翁的方向 並且... 他們有留下紙條 好... 說是... 情況危急 他們必須要下去 但什麼... 在什麼都沒有拿到的... 在什麼都沒有... 什麼裝備都沒有取得的情況下 就冒然下去... Merry她 稍微叹了一口氣 那接著 聽到了 凱特琳說 現在警方 人力短缺的時候 她又再度開口說 或者是... 有什麼... 我可以幫上你們的忙嗎? 嗯... 我的意思是說 能夠... 我能夠在我能力所及範圍內 嗯... 協助你們盡快地 解決這件事情 那... 或許... 你們有... 如果... 或許你們有足夠能力的話 是否... 可以協助我 下去尋找我的夥伴們呢? 面前的女性 向你點了點頭 當然 沒有問題 說到這時 也看著她 看向你開口 說實在的 近期 無論是... 新奇的多數恐怖事件 還有... 我們... 至少我自己覺得 在我們這裡 可能... 有個背叛者 所以... 以目前的狀況 我們是... 正面臨... 心情人手不足的緊急狀況 反而... 你願意幫忙的話 當然 我會十分感謝的 畢竟... 現在遇到了... 許多的問題 而這些問題... 都沒有一個... 完美的... 可以同時進行 同時解決的方法 說到這時 你也看著這位女性 大亮眼會兒變開口 你看起來是... 來自於... Piltover大學的畢業生嗎? 似乎我之前... 在進步錄的時候 好像有看過你 難道你留下印象 她是我的榮幸 我的名字叫做... Meroy Meroy... Meroy... 瑪莉提示 Kathleen的點頭 那沒問題 跟著我來吧 說到這時 也看著Kathleen 站起身 大一看向你 我們在這一個討論 討論還有講 詳細的事情 可能... 並不是一個太好的決定 所以... 我們換個地方這樣講 這時候這時 你也看著面前這位女性 高挑的身形 也讓你感覺到 你是必須要用抬頭的方式看著她 可是... 也相對的 你也注意到 她溫柔的看向你 開了口 對了 給你的食物 可以直接吃的 這是... 要給你的 我相信... 市民們 基本上是不會有太大的犯罪 也不會有其他的情形 就當作... 是一個額外的下午茶 現在時間也差不多了 也看著Kathleen 但是...看向你後 便... 帶著你 也可以想起當時的你 也是... 吃完... 吃完的杯子蛋糕 還有和碗裡頭的茶後 便和Kathleen 一起搭乘著電梯 從偵訊室的方向 開始向上 而隨後... 很快的... 你也合著她的腳步 也來到了警掌室 可以說著... 一般人... 很難的... 可以來到... 有多份... 也就是... 警掌室 特別是... 警掌會帶著辦公室裡頭 也看著面前的Kathleen 只是... 像你點的點頭 你很快的... 也注意到... 她的警掌室 除了寬敞之外 還有一個巨大的新增板 上頭有無數的資料 直接... 像是... 頂選在上面 一個一個一個的頂著 而... 你也注意到... 她也只是... 笑你笑笑 啊... 雖然有點亂 但... 我希望... 你不會介意 這裡... 還走到這時... 看向你 這裡... 還是... 可以說著... 我自己... 私人的辦公室 可能會有許多的資料 但... 這些... 應該是不會太影響你的 說到這時... 你也... 看著... 看著周遭的書 卷軸... 還有甚至是... 大大小小的智障... 琳瑯... 滿目的... 是... 可以說著... 這一個金掌室... 此分... 充滿著... 資訊... 資料... 資料... 還有資訊... 可能... 可以說這整個... 就是... 整個Pillover的情報站 也說不定吧... 那... 我想看一下... 布告欄上面的... 那個金掌板... 嗯? 什麼? 我想看一下那個... 布告欄... 那是... 布告欄嘛... 就是... 要新生... 可以說那是新增板... 也就是... 找尋了我... 沒有問題幫我做一個Perception 嗯... 好... 十二... 你注意到... 那... 迷迷... 麻麻的新增板... 似乎... 上樓... 填滿了... 無數的資訊... 這些... 資訊... 你發現到... 也分成了... 好幾個地區... 明明... 可以說... 是Pillover的地圖... 可是... 你也看著... 這些... 這些小小的紙張... 還有資訊... 還有訊息裡面... 都有好幾個... 可能是跟... 可以說... 是... 她現在目前找到的線索嗎? 或者... 可以說著... 或許比起說是線索... 更像是... 你... 看著... 那琳瑯滿目的紅線... 更像是Kathleen自己的思考... 還有... 她... 對於... 這個新增板的一些用心吧... 參考... 參考... 參考圖... 你可以注意到後方... 琳瑯滿目... 這是她的辦公室... 剛好幫助你回想一下... 那... 我想看一下上面的資訊... 好... 那幫我做一個Infuscation來調查... Infuscation... 10... 你注意到... 上頭有無數的紙張... 但這些紙張... 可以說... 資料... 可能... 如果要讀的話... 需要花上好幾些時間... 你注意到除了... 像是... 可以看到像是... 內部室內的地圖之外... 你也可以發現到... 這些... 小小的... 那些紙張裡面... 看起來都帶了一些涵液... 你看到了... 有無數的... 可以說... 這些... 紙張... 分別... 可以畫為... 五大... 有五個... 有五個... 看起來是... 不同類別的... 一個... 分支點... 那... 那我想... 看一下... 先大概看一下這五個類別是... 哪五個... 你發現到這五個類別... 可以看到... 有一些... 看起來是跟... 有一個類別是跟炸彈有關的... 現在你不知道... 因為它的... 它的這個... 行政版你可以注意到... 參考一下... 就是... 文字平的示意圖... 琳琅滿目貼滿一堆... 那你可以確定這五個類別是... 第一個... 看起來... 似乎是跟電流有關... 而且... 還有被破壞... 對... 還有被破壞的... 破壞的室內景觀... 第二個... 你則... 注意到的是... 炸彈... 你看到的是炸彈... 這是第二個類別... 而... 第三個... 你則注意到的是... Hammendinger... 也就是你的教授... Hammendinger... 失蹤的... 簡報... 還有一些... 琳琅滿目... 一些... 分別的一些... 小小的資訊欄... 而第四個... 你則看到的是... 機械... 你看到這些機械... 是機械... 是人... 似乎... 也是一個... 獨立的一個... 一個分別... 上頭一樣... 也是滿滿的智商... 而... 第五個... 則注意到的是... 特別是... 那邊... 好像有一些事情... 特別... 那裡還有一個... 畫一個... 畫一個大權重的分別... 而加上... 這個第五個分別還... 畫出一條線... 寫著... 有人... 在警局裡面... 似乎是內鬼... 是被判者... 然後寫著... 近距離有... 背叛者... 是... 是... 沒有錯... 這是額外拉出一條線的... 然後寫著... 近距離有... 背叛者... 是... 是... 沒有錯... 一個分類... 也就是說... 五個不同的世界... 但是你看到這五個不同的世界... 似乎Cathleen都有... 聚集... 就是... 歸類在同個... 大世界裡頭... 看起來... 可以注意到... 他好像... 正在思考著... 這五個世界... 是不是都有一些相關... 還有關聯性... 那... 我想要先看一下第一個分類... 你注意到... 第一個分類... 看起來是... 某個人的... 某個人的建築物... 似乎... 被強烈的破壞... 而且... 也注意到... 裡頭這些被破壞的... 已經可以說是... 無完體無故... 那你注意到... 正是似乎是一個辦公室... 這個建築物是一個辦公室... 這個建築物是一個辦公室... 當然你知道... Cathleen都在附近... 對... 我正想要詢問Cathleen... 我想要問她... 就是... Marily應該會... 看著這個簡報以後... 就是... 詢問Cathleen說... 嗯... 嗯... 不好意思... 請問... 這是誰的辦公室呢? 你看著Cathleen... 只是... 眉頭坐輪軌而變開闊... 這個嗎? 她說到這時... 慢慢向前看向你... 這是... 近... 可以說... 近兩天發生的事情... 在兩天前... Pildofer的大英雄... Jace... 傑西的辦公室... 遭受到的破壞... 我們不確定到底是誰... 進到了... 她的辦公室裡... 或是... 在這... 大英雄... 也在... 在的狀況下... 突襲了她的辦公室... 說到這時... 你看著... Cathleen... 眉頭... 微微的緊鎖後... 便開頭... 基本上... Jace... 除了... 是... Pildofer的大英雄之外... 也是... Pildofer的明日之星... 然而... 在這一個... 天才的... 創造者之下... 他這次... 手慢慢的... 直上了... 直上了... 那... 看起來... 可以說... 非常... 清晰的... 黑白... 所印出來... 是墨... 是墨水印出來的... 這一個... 被破壞剪刨上... 他那樣戴著手帽... 手持回了... 我們有觀察到... 是... 當下的情形是... 他的家具... 是有被... 像是... 鈍器... 或是高溫雷射... 所突襲... 而且... 我們也... 發覺到是... 高壓電... 可以注意到... 他的... 這個... 高壓電的這些痕跡... 基本上... 我們可以辨別是... 是有反抗的... 也就是說... 當時的Jace... 並不是不在辦公室裡... 而是他在辦公室... 可是... 我們警備隊... 趕到的薩娜... 並沒有看到... 他在哪裡... 也就是說... 我們嘗試的... 想要聯絡上Jace... 可是... 除了我們聯絡不到他本人之外... 他的辦公室就像是... 變成了一片廢墟... 現在我們還是... 以... 以拉上封鎖線的狀況下... 禁止外人進出他的辦公室... 而我們也有嘗試繼續的聯絡... 畢竟... 議會也是非常擔心... 他的生存... 還有他的存亡... 我的... 我的副警官也有嘗試去找他... 可是現在... 依...依舊的... 我們並沒有找到他的下落在哪... 我想要... 回... 回... 一下... 我想要回想一下就是... 傑西的辦公室大概是... 什麼樣... 就是位於那個地方... 沒有問題... 幫我... 做一個Intelligence判定... 十二... 對於... 傑西他的辦公室來說... 基本上... 他的辦公室都是位於在議會... 可是他自己也有一個獨立的辦公室... 你可能可以確定的是... 他的辦公室有兩個... 一個... 是在... Pildolf議會... 因為他現在還是議會上... 這個沒有變... 他還是議會上... 而第二個... 這位... 明日之星的... Dependent Tomorrow... 他自己... 也有... 一個... 也有一個私人的辦公室... 而他這私人的辦公室呢... 是位於在大學城附近... 這算是比較他私人的... 私人的... 私人的項目... 那... Mari你會... 再度開口詢問凱特尼說... 那... 他的辦公室... 他是哪一個辦公室... 被突襲了呢? 高調的女性... 看你會... 沒... 不帶任何感染開口... 是他私人的辦公室... 主要... 他的私人辦公室... 作為... 的... 負責的範圍... 也就是發明... 也就是他... 作為本身... 他自己... 的... 一個興趣... 還有性質... 然而在議會的辦公室... 已經... 可以說... 在兩天前... 到現在... 都沒有看到他本能有回到議會裡... 那... Mari想了一下... 以後說... 需要辦公室... 那... 聽起來... 這一個... 突襲者... 對他的生活... 應該有一定程度的... 了...解... 並且... 可以跟他打得不相上下... 或者... 在... 過爭中被說服... 是願... 跟著那個洗滌者離開... 或者... 追著他離開... 總有這樣的實力跟了解他... 的人... 那... 那... Mari他會... 就是... 就是... 呃... 停了下來... 然後... 我要拿出我的筆記本... 然後... 把這個疑點寫上去... 沒有問題... 好... 那... 我來看看... 第二個... 第二個類別... 好... 你... 默默地... 將你的視線... 看向了第二個類別... 這第二個類別... 注意到... 上頭... 那些... 琳琅滿目的紙張... 除了... 可以注意到... 一個大鳴丁裡呢... 看著有著... 藍色的頭髮... 粉色眼睛的少女的一個... 一個... 一個通氣... 通氣名單之外... 你也注意到的是... 有一個約德爾人... 看起來... 這個約德爾人... 不確定他的身份... 可是... 你還注意到了... 裡頭還有一些照片... 這些... 拍下來的這些黑白照片... 看起來... 可以說著... 似乎... 都有一樣的... 一個... 固定的背景... 這些固定的背景... 全部都是塗鴉... 而這些塗鴉... 十分的誇張... 還有瘋狂... 很可以確定的是... 誇張和瘋狂的塗鴉... 還有他們手上的武器... 雖然是黑白的... 可是你可以注意到... 他們... 完完全全的... 就像是一個... 每一個都是瘋瘋癲癲的... 而且... 沒有自治力的人... 而且... 也注意到這些... 這些... 放著... 這些... 這些報導... 還有這些簡報裡... 你還注意到的是... 下方... 寫了... 一行字... 也就是... 額外的一個... 剪貼的一個簡報... 上頭寫著... 炸藥... 炸藥量... 還有彈藥量... 炸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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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看一下... 它這個... 這個類別裡面是有寫的... 呃... 以前的事件 還有Pildover的歷史 可是你也注意到在近幾年的最大的事件 也被貼在這個類別裡 這個大概對來說 當時你還算年輕 而且沒有差多少 基本上可以說 畢竟如果以傑西和你的年齡差距來講 現在傑西是一個完全的成年人 而你是大學生 所以可以說大概差了一輪左右 而你也注意到裡頭的照片 傑西還是一個 還是一個上大學沒多久的大學生 而且注意到上頭是寫著大爆炸 橋梁大爆炸 而你看這裡頭寫著Shimmer 來自於Shimmer還有恐怖攻擊 甚至還標明了那一年的進步日 受到了恐怖分子的突襲 產生了大爆炸 還有海克斯科技也在那時同時的發明 彷彿那一瞬間的事情 全部就像是火車接二連三的撞在一起 而你也很確定 當時你的父母 其實也開始有在做海克斯科技的打磨 可是可以說那些寶珠還不算是熟悉 你的父母才 你很確定當時他們從普通的珠寶上開始慢慢的轉型 特別是在那一天的進步日 雖然是恐怖 雖然是發生了恐怖分子的襲擊 可是之後你的父母也決定了和傑西 還有當時傑西的夥伴以及哈姆丁格教授 一起協商然後開始負責大磨 以及大量生產海克斯寶珠的這一項精緻的工作 雖然不像工廠 但是這一個一個用手大磨的 都是質感比較好的 而且也比較穩定的 不會掉到底上就爆炸 所以之前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我跟以前不一樣來吃蛋藥兩邊 上次的筆記應該還算數對吧 算數啊 這都是上次的內容啊 OK 只是可能你當時沒有注記到而已 有可能 所以剛好這一次的回顧讓你可以補足一下 缺失的部分 缺失的記憶 我看一下第三個類別好了 你默默地將你的視線看向的第三個類別 上頭的類別都是寫著 他們那個教授的始終 我想要細看一下上面書寫出來的狀況 好 那幫我做一個詢問 是 你揍了一下眉頭 似乎這還沒有到一個公共的報紙程度 畢竟他們那個現在更像的 和以前議會的 和以前議會的身份 他現在就只是一個普通的大學教授 所以你注意到這些字條還有字詞 多半都是寫著 像是 他 發生了什麼事 他發生了什麼事 這些全部都是學生 還有校內學的 也就是沒有到包裝雜誌 還沒有擴大 好 好 好 那我看一下第四個類別 你默默的將你的視線看向的第四個類別 這個部分幫我塞一個Arcana Arcana嗎?OK 十四 冰冷的機械結合出來的新的體 你也注意到下面有一個大大的 用紅字所書寫的機械改造幫派 問號 容光進化 問號 那我想看一下它是否是有照片的 可以注意到照片就是一些街頭上看到的人 就是排下來的 都一樣 就是他們的特徵就是在一些部位都變成了機械 我想看一下那些部位 它上面的機械的構造 是不是跟我們之前看到的那隻狼身上的那個 構造相似 當然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的話幫我塞一個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九號 七八 九 九 沒錯 你看了一會兒 你無法真正的分別 看起來就是金屬還有金鞋 畢竟和當時你遇到習近的時候 也是有一些時間的一些分別 可以說隔了至少也有隔了幾天 你可以確實的是 當時可能位於恐懼或是不確定性 你無法肯定說這些人 跟當時你們遇到習近那隻狼 是否有任何的關係 那我有辦法判斷那個機械的性質 看起來像是皮爾托弗的科技 還是佐恩的科技嗎 當然 這個也可以試試看 幫我這個的話做一個Arcana 這個比較不要Arcana的部分 可以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十二 你發現一個非常非常可怕 或是說疑問的一個地方 兩者都有 兩者都有 是 所以不是單一個文化是兩個都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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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了 讓你搖了搖頭 目前沒有更多的情報 如果說 拍下去的人 有人聽成功 回來像我們這裡報告的話 或許就能了解更多 可是 可惜是到至今 現在都沒有一個人聽安回來 然後我想看一下 第五個類別 你說遇到第五個類別 特別是來自於中二 似乎可以看到 裡頭比起就是譬如東的報紙 更像是許多都是 帶來自於街拍或是通拍 更像是很多都是通拍 有機械通拍的一些照片 有一道 機械 你看到中街頭 就像是你在客門 或是在節目上 可以看到的 有啦有節目啦 這裡是Steam Punk 這裡有節目的電視 你...看到的全部 都類似像是 你知道的所聞的 裡頭 都是那樣 骯髒 錯氣訓練 而且裡頭的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好生活 他們穿的衣服 破破爛爛 而且 可以說 更像是 各個都是出生 像是黑幫般的 服飾 還有 還有 還有氣息 你看到的除了這些之外 你也有注意到的是 機械 更多的機械 而且這些機械 比起是 Pilled over的科技 更像是中那邊的科技 這些機械已經大量的 在中的街頭 四處的走動 但不會說是 百分之九十都是機械 你還是可以看到活人 但是機械的比例上升了 當然 你還看到 額外的就是 拉出來的紅線 而上頭寫著 內鬼 有內鬼 聽起來像是 最近 發生一連串的事件 然後 這些事件 都指向 佐恩 似乎是 想做些什麼事情 所以 或者是想要掩蓋什麼事情 所以才 做這些有的沒的 有的 佐恩的變化 進去的背 換成 好 下下 恩 好 那 我有辦法更細節的 就是更細緻的查看 就是 就是 佐恩的那個報道上面 還有其他的內容嗎 當然可以 沒有問題 這個的話 包括塞個 Wisdom吧 因為這會影響到 就是你小時候對於 宇宙的認知 所以 剛好可以 用這個判定來去做辨別 我塞了Nature One 你抓了抓頭 沒有任何頭緒 畢竟 你想著 你和你的父母 都是在Pill Talk 長大 而且你的父母 都會再三叮擬著你 不要下去中 不要去佐恩那裡 那裡的空氣 除了髒之外 也有許多 可以說 教育不足 而且 非常狂妄 而且 可以說是犯罪率極高的一個地方 這些都是你從你的父母那邊聽聞的 而你基本上 也沒有想要下去的意思 那裡 可以說 都算是地下市集的一個 一個滿滿的一個 一個故障性 而且加上 小時候還遇到了 你特別想起了當時 橋樑直接爆炸的事情 嚴重的恐怖分子 直接前來Pill Talk的突襲 你也想起當時 也算是 有許多讓人無法平安 無法好好生活的一個政治上的動盪 特別 你還想起 當時小說的你 雖然也只是婷婷 而你的父母也是將你保護得很好 可是 禁藥 擴不襲擊 還有當時原本好好的 好好的一個進步日 而且那一屆還剛好就是 解析他的發表會 可是他的發表會在當天那一天 就直接發生了恐怖襲擊 以一個正常的普通市民 也沒辦法好好睡啦 基本上是這樣 那我聽到一個名詞叫做 Simmer 我想 我想要對於這個名詞 我想要想一下就是 我之前是不是有聽過這個名詞 當然沒有問題 幫我塞一個Medicine Medicine嗎 對 這個是醫藥 16 你想起了Simmer 微光 如果要更藥數的話 微光 你想起了Simmer 是一種藥物 是來自宇宙的藥物 這種藥物是一種興奮劑 來源不確定是從哪裡來的 可是可以說 當時的統治者 也就是CITICAL 他推廣了這個藥物 你想起了這個藥物 是從John直接紅到Pildoven 而且這個危險的藥劑品 可以說是一個自白病的藥劑 雖然都說是興奮劑 可是也有說有高強的治癒力 只要喝過的都可以說 疼痛都會消去 像是你受了什麼重傷 喝一罐你的身體就會恢復 可是也有不少人說 John其實製造這些Simmer 這些微光 全部都是禁忌品的用藥 也就是說著 當時也有不少因為這個藥物 而掀起的風波 Pildoven之外 也有許多好像是跟這個藥物有關的 一些危險還有恐怖事件 這是你所知道的 而你的父母 到至今 你也想起他們也會跟你講這一樣的話 畢竟當時你也想起了你的父母 也確實是因為 看到了報道還有報紙 也是特別在那 那時間 有強制的讓你想要叫你順時間的回家 因為外面動盪十分的危險 那我想要詢問一下凱特你說 這一個叫做Simmer的東西 嚴格上來說 有引發起其他的事件 或是讓服用者有什麼不作用嗎 幫我撒一個insight 你看著Kathleen的眼神 稍微微微的 像是張大的悔兒 她的眉頭深深的緊縮 比剛剛的受得更加的緊 彷彿就像是她有些許煩惱 正在思考 正在思考 insight insight insight有沒有 我想要換一下網路線 我發現她有點卡 沒有問題 要怎麼開 還是先這樣 好啊 我們先做一個分段 然後你剛好可以換個網路線 然後我們二十分鐘後 我們就直接就是下半場再多一點 這樣子 喔好啊好啊 對我剛才聽聲音 對這樣你也不用去幹 對這樣你也不用去幹 說要那個你可以先畫一下 然後確定一下 我剛好去裝備水 好好喔 好那我們先休息個二十分鐘 好啊好啊